在过去的一周式联赛 女排奋勇拼搏 取得了三胜一负的战绩 总体表现带来三大惊喜 一起队伍拼劲足 从奥运会失利后走了出来 特别是是那酣畅淋漓的三连胜 女排精神依然不褪色 打盹之后再启程 二是蔡岛很有水平 带低谷的女排蔡岛有勇气 在朱婷璋常宁两大核心缺席的情况下 选拔新人 比赛中打出了东西 临场指挥有内容 三是女排战绩不俗 首周四场比赛 女排三胜一步击十分 仅次于日本队还在积分榜第二 世界排名总积分尚未列第三 李盈盈 龚翔宇 鹰霞都是可信赖的队员 能攻擅守 攻防俱佳的李盈盈 是球队的大腿 备有的球迷赞扬 这个家真的不能没有你 当然 新任队长袁新月 在对阵泰国队的表现 不尽如人意 也不能太苛责他 谁都有发挥不好的时候 总体来说 他这个队长是合格的 二比三输泰国队 给人感觉有些遗憾 但对于蔡岛来说 他赛后的微笑 或许说明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带着不俗的成绩 女排告别土耳其 转战菲律宾迎接第二周的比赛 这四个对手都很难缠 根据赛程 第二周女排的对手是比利时 加拿大 美国 日本队 比利时 加拿大队是世界三流 甚至不入流的球队 但去年是联赛 以张昌宁为代理队长 率领的女排在意大利输给了两大对手 当时可把狼岛给气坏了 这支女排打顺风球 可以打逆风球 时常不会打 比利时 加拿大这样的对手 一旦打疯了 后女排姑娘们喝一壶的 美国队 自然不必多说什么 人家是世界排名第一 是奥运冠军 防守稳固 进攻强大 标杆般的存在 日本队的特点 类似于泰国 小快龄的战术 刚刚把美国队先翻 而且是 剃光头是 比三比零 首周围依次连胜的队伍 第二周 菲律宾站的四个对手 个个都难缠 菜岛警惕 女排姑娘们警惕 赶紧从失利中走出来 去拼每一个对手 袁新月 负重前行 加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